欢迎你和我一起泡新闻 过去多次起诉媒体诽谤 而且经常胜诉的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 星期五面对槟城一名资深的中文报记者王蒙祥 起诉林冠英诽谤 要求林冠英道歉和赔偿 王蒙祥是国内今年第一名起诉 在一职政治人物的媒体工作者 光明日报槟城总社记者王蒙祥 今早入禀槟城高等法庭 起诉首长林冠英在脸书发文诽谤 要求首长道歉兼赔偿 王文祥代表律师 报级性透露 林冠英是在1月22号 在脸书撰文标题打出 中华董事否认光明不实报道 暗示王蒙祥没有报得 不专业要求光明日报道歉 林冠英的首长官方脸书专页 上载的视频指 王蒙祥的代表律师是民政党员 情况一目了然 林冠英是 林冠英授权两天前 为他起诉马来西亚前锋 报诽谤案的律师 西门穆拉里全权处理此案 另一方面马华总会长拿都市礼料中来 对于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提出 如果不上阵福荣国会议席 就想到文东国会选区挑战 他表示陆兆福的论述只是想转移行动党内部 出现各种问题的事件 陆兆福做这样的一些行动 这些都是要转离他的这个事件 因为他们行动党内呢 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 所以因为他排除一几 所以他们已经不再听起基层声音 基层现在很多很多的声音 那么为了在这个情况下 他用一些目标啊 那我做目标 那别人做目标 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的手段来的 廖仲来表示 行动党领袖在很多课题上 只会一味的讲 从来没有去落实 加上党领导层独裁 引发党员的离心 从马六甲行动党元老沈同亲 率领三名州议员退党事件 反映行动党的问题 槟城19岁少女 在南北大道逆行撞死人后 因为被验出尿液检验 对安非他命成阳性反应 在危险毒品罪名下被控 被告否认有罪 以5000令吉保外 他在出庭时还一度泪流满面 19岁被告恩佩问 穿上在大道逆行撞死人当天 穿着的条纹连身裙 左眼和右手依然包扎绷带 有两名女警压上大三角推示庭面控 被告今早9点半左右抵达推示庭 面对媒体时显得不知所措 只是低头哭泣 完全不敢直视镜头 通议员用华语念出的控状 指被告在今年3月14号下午5点左右 在威中警察总部 被发现尿液对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 抵触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15-1-A条文 被告否证有罪 主控官建议被告以8000令吉保外 没有聘请律师的被告 却以自己没有工作 父亲在摩托天上班 母亲是保险经济 姐姐又还在上学为由 要求降低保释金 推示最终批准被告以5000令吉保释外出 每个星期必须到警方速读组报道 一对疑似被告父母的华裔男女 早上现身法庭 声称是接获警方通知 到法庭听审 两人不愿说明自己的身份 不过却在警方的陪同下 到柜台为被告缴交保释金 早前因为卫生环境恶劣 被勒令关闭两个星期的 槟城桥志士著名扁淡饭店 Light Clear 在关闭5天以后 星期五早上6点 重新投入营业 在午餐时间 一样还是出现棱笼 尽管这家经营了87年的老店 早前被勒令关闭两个星期 不过经过了重新清洗和整顿后 厨房范围如今焕然一新 冰岛市政厅和州卫生局 因此亮绿灯 允许这家老店提前投入营业 印度的肥胖人口 从1975年的120万人 到了2014年增加到3000万人 暴增25倍 由于情况失控 印度政府打算向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和雀巢等食品公司和快餐公司征收肥胖税 以克服国民肥胖问题 随着印度喀拉拉邦实施肥胖税后 印度中央政府如今考虑全国实行肥胖税 印度政府将在一个月内规划营养成分标签及肥胖税的条例 这些大型快餐公司如今常适合政府谈判 却徒劳无功 印度总理莫迪下令饮料厂家必须专注公众健康 同时减低各自生产饮品中的糖分 随着警方取得金正男儿子的DNA 鉴定在KLIA2被暗杀的朝鲜男子就是金正男 加上金正男的家属同意让政府处理金正男的身后事 早前表态一定要拿到金哲遗体的朝鲜政府态度如何 再次成为焦点 警方通过金正男儿子的DNA 如今鉴定了金正男的身份 朝鲜早前派来的特别代表团会不会继续施压要我国交出尸体 还是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要来换取九名滞留在朝鲜的我国公民 备受关注 今天在朝鲜大使馆外头驻守的媒体人数也少于20人 场面冷清 截至下午4点 出了两辆挂着外交使节车牌的官车离开大使馆外 大使馆一样是毫无动静 由于我国和朝鲜还没有针对滞留平壤的九名马来西亚人 事宜展开正式谈判 以朝鲜联合国原任大使 李东日为首的特别代表团态度如何 是目前的最新焦点 朝鲜特别代表团2月底来到我国 表态要锁回他们口中的金哲的遗体 要求释放被警方扣留的朝鲜公民 炮新闻刘瑞明报导 另一方面 交通部不准透过手机apps轿车的Dagoride摩托车载送服务营运 却允许同样以手机apps轿车服务的Uber和Grab载客 引起民众评论 交通部长拿都司理料中来解释 交通部是基于摩托骑士的车祸死亡率 远比轿车和巴士来得高 才不准Dagoride提供载客服务 在我们的调查摩托的风险非常高 现在在车祸的力非常高 而且死亡率也非常高 大概62.7%的死亡率 所以对骑士们非常的危险 那么MIRUS的调查也显示出 如果你用巴士跟摩托来比较 摩托的风险是48倍 高过巴士 在同一个路段你用的话 摩托的风险 死亡率是48倍 如果是跟汽车来比 是6.2倍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